近日以美欧为首的多国纷纷宣布制裁俄罗斯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月3日 美国白宫方面发表声明称将对8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人士及家人实施制裁 制裁内容包括切断其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冻结在美资产禁用资产等 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同时将考虑分享情报和证据 以支持刑事起诉和扣押资产 白宫还表示财政部将制裁7个俄罗斯实体和26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个人 美国务院当日也宣布签证限制新令 对19名俄罗斯寡头及其47名家庭成员和亲密伙伴实施签证限制 此外美国白宫2日宣布先一轮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 以防止相关产品技术和软件经白俄罗斯转移至俄罗斯 美国务院将对与俄国防相关的共计22个俄实体进行全面制裁 欧盟方面则宣布 本月12日7家俄罗斯银行将被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之外 声明中说这一新制裁措施将使受制裁银行无法在全球快速有效的进行金融交易 从而有效的阻止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 同时短暂的过渡期有助于减轻制裁中对欧盟企业和金融市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时刻 普京也迎来帮手 白俄罗斯总统罗卡申科3月1日表示 他已经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部署了更多军队 以抵御可能针对白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罗卡申科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2、3日向南部边境地区增派军力 从5个战术部队增加到10个战术部队 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机动部队 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对白俄罗斯的挑衅和军事行动 罗卡申科表示 除了南部边境 白俄罗斯还向西部边境派遣了军队 当地时间3月3日 阿根廷外交部长卡菲耶罗在阿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表示 阿根廷没有考虑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因为阿不认为制裁有利于地区安定与和谐 卡菲耶罗称阿根廷呼吁和平 缓和冲突 我们认为斯加单边制裁不利于恢复地区和平 也不能为双方展开对话 并在根本上解决冲突 提供支撑